您有想到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几乎都牵涉到沟通 交涉 谈判 谈判是如此的重要 该怎么去做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谈判大师刘碧荣教授 人际关系有两种 一种叫business 一个叫personal 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 你要让它是business的关系 简单 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 那你先拒绝我 那我一头热 是啊 那我热脸添你冷屁股啊 那多没面子啊 刚回台湾的时候 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 一个院长 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会议 那我当时我跟国际 我跟他讲说 以你这种身份 我们谈出来多少钱 你回去啊 是告诉底下的人 我们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 那你不一样啊 你要赢啊 所以后来那次钱 他们出70% 我们出30% 哇 儿童时代 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其实重调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去讨价还价 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 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他 他说老师讲啊 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 要罚超书 他说他像跟老师讲说 不要超书 这该怎么谈判 这有意思啊 没有创意啊 怎么谈判 那我问一下老师 你有把谈判书应用在你的家人 想起来吗 我跟你讲 一般来讲 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 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没问题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先废了 风趣的人物 认真的故事 都在大云食堂 热茶 刺客人 奉盛之前我们的热茶 今天欢迎我们的谈判大师 刘碧荣 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当年的大学同学 我们老同学 余有荣焉 谈判大师 谈判大师 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菜 我先让菜讲解 我们是食堂嘛 烤一烤可以吗 因为大师现在最近出一本书 叫做谈判精华课 号称是你30多年的精华 如何精华 精华到什么地步 基本上 很多同学上我的课 很多书买不到了 有些已经绝版了 所以我就去年 趁疫情在家没事的时候 把我这30几年课做个整理 做整理 然后整个整理出来 所以我说买了我这本书以后 别的书就不用买了 那以前买了也可以给你退 以前买了不要已经看到哪里去了 以前买了还没先用了 先用已经先赚到了 开玩笑 那我这个都是有意思了 因为30几年整个整理出来 那以后会怎么写再说 短期内不会再写了 这本书其实慢慢等我们聊一下 不过我也看了一些拜读之后 你也特别想到 其实谈判不尽的是为了输赢 也说更赢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彼此都觉得得到了 那我今天第一道菜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历练 我今天为您准备的是鱼丸汤 鱼丸汤 很好吃鱼丸汤 鱼丸汤我一定要搭配点 这里面一个是蛋包饭 一个是鱼丸汤鱼丸汤 如果这两道菜里面 有一道菜是您中意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道您中意的 我也有想中意的 我们两个你怎么跟我谈判 最后取得你想要的 而不会妨碍我想要的 我们俩能不能谈个结果 利用这两道菜 这个很简单 如果像今天摆在这 我们俩都还没有分的话 OK 那这个Summering 我们就分了 因为它已经切了 这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这个也可以中间一人一半 假如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一人一半 我没想到你刚才就把它均分 均分嘛 两个人都有 应该都已经切好了 这两人切好了 这节目没有做好 应该把它合在一块 第二种 如果说今天你拿的 假设了今天我拿的是subway 你拿的是蛋包饭 我拿的比较不搭 我想要换你的东西 我拿别的东西跟你换 我当然就告诉你说 你吃这个东西其实对你不适合 它可能热量比较高 或可能什么问题 那么这是一种 第二种 假如说你现在来考我 你说那怎么换 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想弹 我根本不想弹 我根本不想放弃我这个subway 对不对 除非我们两样交换 你看看能不能把我的subway换回去 不是我能不能把你那个蛋换过来 因为我根本不想换 你说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蛋给你 那你先来跟我谈 你已经被我拐过来了 因为这个我也拿过来了 对不对 这是古人春秋战国时候玩过的方法 就是说你要从门里面进去 还从里面出来 这也同样一招可以在这里用 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 假如说今天你已经拿了这个 我拿了这个 我要跟你换 我就说这样的 如果我们今天聊得不错 你想要下次再上节目的话 你让我吃一口 让我吃一口 我们就可以 你总有什么东西人家要的 这样才可以换得过来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 第一种的均分的方法 当然这个似乎是最明智 而且不伤感情的 后面似乎来讲的话 你就有一个先出手的一个问题了 对 这样就是说 现在这个关键在哪里 是谁想要什么 对不对 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是假设 我今天拿了subway 我拿了潜艇宝 但是我不喜欢吃潜艇宝 我要换蛋包饭 我想要 那有时候 可是今天反过来讲 如果我根本不想要 我不想谈 不想谈 那你要节目要做下去 你就一定要拐我 你来跟我谈一下 要不然节目就卡住了 对不对 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谈 把你的东西先给我 我们反过来谈 所以我出这个题目 基本上我已经站在书的立场了 对 我已经是输了 因为你是客 对 因为你出的题目 你一定要我们两个谈 这样才能够播得下去 我如果不谈 你怎么拐我跟你谈 所以你在书里面我现在看到 你是谈判的五个要素里面 事立人实情 刚刚我们谈的里面 这五件事都包括来了吗 事 就是我们要分这个 对 有你重义的也有我重义的 对 然后第二个人 人就是人在我们的人物 就没选择了 那就说你就跟我谈 我就跟你谈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例 例就是谈到谈判筹码 谁有求于谁 谁想要 这就是我们刚刚 输引了一个重大关键 对 我有求于你 谁想要谁输 谁想要谁输 对不对 那时就是这个时机 就这个时机谁想要 那情呢 情我们可以有 因为我们是老同学了 所以可能说好了 同学那就算了 我就不跟你争了 大致就是这五件事情 大概决定你整个谈判的策略 跟最后可能发展 因为每一个谈判 都是世人历史情环环相扣 而彼此互相影响 所以以前我跟一些企业界上课 他们的感觉就是 如果能把世人历史情想得清楚 那任督二脉就打通了 因为我当时给他们上课 我讲到世人历史情 五大元素以后呢 他们说哇 经过这五大元素以后 以前在职场中物理看花 看不懂的东西 豁然就看懂了 所以我说那这很有意思 坦白讲我当时介绍的这几个元素 我也没想到这么厉害 后来人家的反馈回来说这么厉害 我说那这很有意思 所以我在书里就特别强调 记得环环相扣 这东西是可以学的 我们现在到底谁是哪一个 我们还不就分开 分一盘一盘 来 先拿一个这个 好 你先用这个 先拿个这个 好了 我给一个盘子 我们给一个盘子 来 有的是盘子 食堂没别的就盘子多好 那我先吃这个 接下来那个等下再说 这个就比较难解决了 这比较难解决了 等一下我还有题目考你 你赢我我就吃到 你就吃到 否则你就吃不到 好 我就摆这边 虽然是书家书定 但我就要做 毕容你是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是 一晃50年了吧 有 民国64年进大学了 对对对 1975年 你念外交 我念新闻 对对对 但我们在学校的辩论比赛 大一新生妹辩论比赛 我记得我输了 没有 我也不记得谁输谁赢 管他不然这样 你是学外交的 后来去国外念国际关系 所以在大学时代 国际关系时代 你并没有对盘盘学有做准备吧 谈判是我在美国念的 在美国念的 当时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学长跟我讲说 某某老师教谈判 我们可以念念谈判 我们在台湾也没学过 那我说好啊 结果最有意思是我念的谈判 不小心我这 不晓为什么我在班上拿到最高分 最高分 然后这个老师就对我很欣赏 很欣赏 很欣赏有一次 我在申请博士班的时候 我在走廊上碰到他 他说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说申请博士班呢 他说那你怎么没找我写推荐信呢 我说推荐信我也找了三个老师了 他说我帮你写第四封 还有这种人呢 然后他帮我写第四封 而且是四个人里面 他最早把他叫到秘书 叫我去拿 他说信写好了给你 哎呀我当时我感觉就是 失恩难忘 必当涌全相报 那时候我讲说 那既然有好像有这天分 老师又对我这么赏识啊 那我就将来要好好的念谈判啊 所以回来回台回台湾教书以后呢 那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就看到马英九 他那时候在国民党副秘书长 也负责党内外沟通啊 民进党还没成立 还没成立 那时候马英九就跟我聊嘛 他说你你在念什么呢 我说念国际关系啊 他说国际关系念的人很多啊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说哎 一个谈判应该也蛮有趣 他说那好 他说那你就把谈判好好发挥 所以就这几个因缘集会呢 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在谈判上开始 谈判上然后在谈判就刚好我一个学妹 也是你的学妹 新闻系的一个学妹啊 他刚好在时报周刊 有一次我在他在时报周刊碰到我 就说学长那你干脆在时报周刊 开个专栏吧 写谈判 我在时报周刊就开个专栏 开个专栏呢 有一次被一个气管公司的一个 一个总经理看到 他在洗头的时候 我看到 他说原来有人学着东西就跑来找我 他说你愿不愿意给我们商界 也讲点谈判 所以这样子我才从学界 然后有一只脚就跨出来到气管界 然后才变成说 从外交谈判出来 然后进到商业谈判 那上谈判有很多人有一些反馈嘛 上完课之后有人说很有用啊 他的反馈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给我啊 所以你看我给金融界上课 他反馈的例子 然后我消化以后提炼以后 我给服务业 服务业又反馈这例子 挑化以后我给人在IT产业 所以很多的case在我这边转换 转换就越来越多人找我去上课啊 什么的 然后慢慢的这case累积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交就交了三十几年了 所以一开始的是恩师 然后贵人相助 对应该是 但基本上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么多年 你自己从讲课授业 然后我看你自己还有谈判学的一个企业 然后出书 基本上到后来就你自己组织成一套 有体系的一个学问 对 因为就是外国的东西 它是一个骨头 它是骨头 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着血肉 所以我是以西方的谈判理论为骨架 那由我们东方的这个作为一个血肉 血肉叫整个长出来 长出来的这血肉 那所以就慢慢就变成一个 慢慢一个体系 体系到我也培养一些讲师 那很多很多企业界说 他们我说我帮你们训练一些讲师好了 所以有些讲师班 讲师班然后就根据这个体系去发展出来 然后慢慢就出来 最后我把他就为什么把他叫和风 因为我说大地吹起了何许春风 因为外国人问我 我说你们外国人 你们都是赢必胜什么成功 但是我们觉得真正的应该是像春风 就是大地吹起了何许春风 让所有的冲突都像和风细雨一样轻松解决 所以我才取了和风这两个字 这我就是要问你的 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 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 一个院长 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会议 当时我跟他讲说 以你这种身份 我们谈出来多少钱 你回去 是告诉底下的人 我们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我难度我放弃就算了 那你不一样 你要赢 所以后来那次前他们出百分之七十 我们出百分之三十 那我问一下老师 你有把谈判术运用在你的家人 这样子吗 我跟你讲 一般来讲 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 在家里谈多累 回家这里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先废了 东方人跟西方人对谈判这件事情 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东方人是这样子 你越有学问 你话越含蓄 西方人是越有学问 他讲得越清楚 那我们中国人就是话讲得清楚 就没意思了 很多话点到为止 我们常常都不会讲no的 我们都讲好 然后但是 但是 那外国人就讲说 跟你们中国人谈判最麻烦 你前面 你们以后讲话 我们是yes but 你只要讲but后面那段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那段都白讲 而且我说我们就这种德性 对不对 就是外国人到东方社会 台湾啦 大陆啦 东南亚啦 我们不习惯说no的 你就要习惯我们这种 间接式的表达 yes but 那反过来 我们如果到西方去 我们到美国谈判 我们就要用他们直接的方式表达 所以外国人讲话是no but 他说不行 然后先锁门 然后但是来谈 那我们东方人 尤其中国人呢 都是行 然后但是 所以no but和yes but 是两种不同的谈判的一个风格 那没有什么对错 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 那我们跟 如果这种yes but but yes的问题 理论上下去的话 我们跟西方人谈判 是不是东方人 总是有点输在起跑点 那就那就看啦 如果看谁有求于谁了 又是最回到最原始的嘛 你西方人到东方来谈判 你有求于我 那你要习惯我这种方法 我到你那边去谈判 那么客水主便嘛 按照入境谁俗嘛 那我要习惯你的谈判 就看谁有求于谁 所以刘老师 那谈判最重要就是 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 最重要还是实力了 可是如果你有所要求 但没有实力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也可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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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就少输为盈嘛 要少输为盈 比如说我再讲例子 有的人他说帮他代工嘛 代工现在不是讲说 毛三到四吗 这个毛利就三八到四八 一点点的毛利嘛 那也没赚 对不对 我就问很多人讲 那你跟人家谈判没有赚 那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 你目的是什么 他说因为我又要取得 他供应商的身份 他说有没有赚不重要 重要是我是某某的供应商 然后我跟别人谈判 我的立场都可以抬起来 那你知道你要的是 供应商身份嘛 那有人刚才想说 不是我虽然没有赚了 可是我不能走 因为我的这个事业版图啊 不能每次会拼图 对吧 我这样才完整 而且我如果走的话呢 我的竞争对手就来卡位了 我说啊 所以你现在谈判 你看的不是桌子对面那个人吗 你看他同一赛的 对面的人是我是卖方 那同一赛是买方 可是同一赛有别的 我是卖假 他卖椅 卖饼 卖钉 对吧 那么多别的买方 为了卡他的位置 你总有一个目的嘛 如果你没有一个目的 那你留在桌上干嘛呢 那就那就那就走吧 对吧 总有个停损点嘛 所以我们总是说 你为什么留在桌上 就是说你很重要 事情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power 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 你想得什么 那你说我不想这么惨 那怎么办呢 结盟 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若方 我几个人结盟 那另外我会找到时间 这个时间 刚刚好这时间 某一件事情他需要我 我就把这个事情 跟我现在谈的时间挂在一起谈 如果你这个能给我的话 那这个我答应你 这叫议题挂钩嘛 所以我要不要不然就是议题增加 不然就是人增加 那要不然呢 引爆 引爆什么 你最典型的例子 你带你小孩上街 小孩买玩具 你不买 不买我们当爸妈的强势啊 小孩怎么办呢 耍赖嘛 这样哭啊闹啊 你跟他讲 你哭好 你闹好了 爸爸先走了 妈妈先走了 再让自己回家 你走两三步 他没回家 你真的回家了 你要不就回去了 你的power绝对超过你小孩 可是在那个当口 你有求于他 你就要你最好乖一点 所以他的行为权利 也可以创造一个谈判的行为 所以永远真的脱不了 你刚讲的实力 人是情 这五个要素 而且这个要素里面的 哪一个是显性 哪一个是隐性 会决定一个整个的输赢 那我问一下 老师 你有把谈判书 运用在你的家人相对吗 我跟你讲 我家人每个回家 大家就看一本 爸回来 然后大家必须来逗一逗 有没有 我跟你讲 一般来讲 我们跟老婆谈判 绝对是输的 在家里谈多累啊 回家这里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先废了 废了再回家 初初初初再看 诶 我在吃 我再讲一下 你要吃 你看你吃不了 我再吃点东西 没问题 那我就想说这个 看了这么多里面的 你的谈判学 我们先了解了 你自己要组织很多 而且牵扯到 跨国文化的不一样 你自己有没有 参与过多少场的谈判 那是真正的谈判 接着到真正的利益的 直接关系的输赢 有没有而因此 给你带来了不少的实物的 这个经验 我自己谈的倒是有一次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那台湾的时候 那么学校呢 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 一个院长 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 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 那学校说 好吧 那你去跟他去谈 那我就 我们就刚刚就讲了 那个教授呢 他是从A学校 刚调到B学校 他当院长 他一直想对那个学校 他在Connectic 他就对那个学校有点贡献 所以他想把那个学校的产啊 关啊 学啊 散关三界 就从Connectic带回 带到台湾来 做一些企业参访开会 表示我对他有贡献 对不对 他有需要 也就是说他比较输不起 我输得起 我是刚回台湾的年轻副教授 那时候副教授 我们才三十几岁 那三十几岁 他比我大十岁 对不对 我说我谈不成无所谓 东吴输得起 你输不起 那你多花点钱嘛 那我当时 我跟他讲说 以你这种身份 我们谈出来多少钱 你回去 是告诉底下的人 我们怎么做 我回去 我是要说服我的Boss 说服我的老板 我是Sail 你是Tail 那中间差很多 你交办就好了 我得 我们那部 你看我刚回来 我在东吴 我有什么影响力 我们一个小咖 很多人不认识我 那我要怎么说服 各个的大咖 然后愿意办这个会议 我很难 对不对 所以我难的 我放弃就算了 那你不一样 你要赢 所以后来那次钱 他们出70% 我们出30% 哇这个比较多 那比较多 平常我们是一半一半 就已经不错了 常常都是台湾出钱的 我说我们私立学校没钱呢 哇他得意 反正他一定要成嘛 那谁需要谁输嘛 所以在谈判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 我常常跟他讲 你说如果论实力 他当然实力比我强嘛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他比我弱 两个题目 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最难解的两个谈判 第一个小一点的 但是世界影响看起来是越来越大 乌克兰跟俄罗斯 老师怎么看 这个谈判 接下来要怎么走 怎么谈 这个所谓人事实地物 人实力 怎么来 其实我们讲谈判的第一个方法是 它要有一个僵局 如果今天战场上还在不断的变化 谈判就不会发生 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是外交官 我今天是乌克兰 我跟俄罗斯谈判 我今天让了一个城池 明天我的将军们在战场上 奋勇杀敌 夺回来一个城池 那将军会怎么讲 将军说 我们在战场上卖命 你们外交官在桌上卖国 那我问你 我当外交官 我敢谈吗 只要局势每天在变化 我根本就不敢谈 然后第二 我就更关键的 子伦斯基有多少话语权 你说这谈判 乌克兰想谈就谈 旁边人不断的加油 我说啦啦队不断丢武器 丢钱 加油 旁边的幕后的 对 他能不跑吗 我常常跟我学问讲 开玩笑 就好像我们看了广告 不是一个兔子 你不断换的电池 然后兔子一直打鼓 一直打鼓 对不对 兔子怎么跟你讲 说我不想打 你那电池别再装进来 我休息一下 可不可以 不行 他就变成往上跑 他有多少话语权 所以要看整个局 所以大家就说 一定是靠谈判来解决 但是什么时机 因为你不可能是俄罗斯 谈到说我投降 不可能吗 乌克兰说我投降 不可能吗 所以一定要靠谈判来解决 大家就选哪一个时机最好 可是困难困在哪里呢 如果靠谈判来解决 你必须要前面营造 可以谈判的空间 就是说有些面子 你要留给我 你要不要把我歼灭掉 那你今天歼灭 然后你又比如说你今天跟我跟我签 乌克兰签了协议 说你都这个我的这个粮食可以从黑海运出来 今天刚签协议明天你就飞弹就开始轰炸奥德萨 让我的飞弹运不出去 那你的这个协议你可能根本不会信手吗 你没有诺 不准诺言吗 那我这么敢相信你 所以前面的行为没有为谈判预留一些建立互信的基础 也没有留一个回旋的空间 加上旁边的人完全都不叫停 那我对那谈判是悲观的 但是如果侦谈的话 谈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如果侦谈的话 很多问题是解不了的 就延后 比如说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归谁 所以三月底他们在土耳其谈的时候就讲到 克里米亚15年以后再决定 现在决定是谁担责任 泽伦斯基要担 普京要担 那谁都不愿意说我现在放了 或者我keep这个克里米亚 那15年以后再说 那么所以它是有模型可以解的 是真的要解是可以解 但是要找时机 如果我们以历史时光的纵身来看 这场战争跟最后的结果 究竟对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多大影响 这个如果说讲的 先讲地缘政治来讲的话 欧洲旁边有俄国 有土耳其 那欧洲从来就没接纳过这两个国家 他们一直希望说 能够把土耳其交往 把俄罗斯纳进来 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战后的一个和平秩序的话 你要纳入俄罗斯 可是这个战争打完以后 俄罗斯不可能跟西方怎么进去 所以地缘政治整个翻转 过去我们习惯的 那么政治上的一种方式 没有 所以这样讲说 最后谈判 它可以停火 但是不禁得有和平 那后面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是整个 地缘政治翻转 能源地图重化 粮食的供应链要重组 然后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很多有钱人就想说 那以后我的钱还不要放在美国 很多俄罗斯的寡头一下 他没做错什么事情 钱忽然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别的国家 有钱人讲说 那我也不要存到美国了 我把钱移到别的国家去 万一我国跟美国开战 我的钱也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整个金融的秩序也会改变 所以他要改变东西是蛮多的 所以基金级才想说 哎呀 以后我们的世界是我们都不认识了 完全一个全新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摸石头过河 新的世界正在浮现 但什么轮廓还看不清楚 那我问了第二个 两岸的谈判未来能谈何吗 我是一个职员 我怎么叫老板 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 而不是我去要求 有没有办法 是 外国人写了一本书 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有意思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 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 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 多两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 跟12年从特斯拉到SpaceX好像很强悍 然后他就跟马斯克讲 他说我加薪 马斯克说这样的 你先休假两个礼拜 然后回来再看看 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 不能没有你 两个礼拜又回来 我们可以没有你 然后就被fire掉了 两岸的谈判 其实说起来过去是对抗 现在是一度是对话 但现在开始又回到了一个似乎处于一个对抗的情段 能谈 谁谈 能谈出来 未来能谈何吗 两岸现在需要是重开机 你知道吧 因为两岸过去不错 但是现在整个关系已经跌到谷底了 那么要reset 重开机 那需要有新人 然后从小互信开始慢慢建立 但是同样的问题 两岸问题 我们有多少话语权 如果泽伦斯基没有 你看好 你看这个乌克兰 他说他想要有话语权 他其实没有 朝鲜半岛 以前文在寅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想要有话语权 结果他发现朝鲜问题 没有话语权 两岸关系 我们都有话语权 所以这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 其实说你看我们才谈到佩洛西 佩洛西到底来不来台湾 你看到所有讨论就是 国会 军方 白宫 然后中共 有问我们吗 没有啊 他们讨论半天 有没有说你们欢迎我来 我能说不欢迎他来吗 我能说欢迎他来吗 我什么都不能讲 所以我们就 电的虽然是到我们家 可是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讲 因为没有话语权 没有话语权 所以当各国都在玩的时候 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谈 我们只能做好跟准备 我们不要在火上加油 然后为将来要谈判 奠定一个基础 也只能做到这里 然后等 等这个时机 因为整个的 整个的power还在动 我觉得你看不管是欧洲 不管是 你看当每个国家都是关心台湾 每个国家关心台湾 当这个国家关心台湾 那个国家在台湾的时候 一则我们很高兴 大家都关心台湾 二则我们也很担心 每个人手都想插到台海事物 插到台湾 我们自己家里 这么多手伸进来 我能控制多少 所以这个问题 根本不是我们有办法回答的 所以他已经超过了 所谈判学的谈判 他连桌子都还没上 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怎么是棋 有人说我们不是棋子 我们是棋手 我们怎么是棋手呢 我们当然是棋子 我们现在只希望说 当我作为棋子的时候 你不要下完棋 顺便把我丢到桌子底下 我们的希望能够留在桌上 美国把人家丢在桌子底下 就太多了 库德族 一个阿富汗的这个嘎尼政府 这是一个以前美国 波顿自己也承认 他在委内人 想推动国会议长 瓜伊豆发生政变 对不对 所以瓜伊豆他棒杀就棒杀 你要棒杀一个国家 棒杀一个政权 棒杀一个跟他并肩 对IS的游戟队 反正他该放弃的他就放弃 那我们只希望不要 标上这个命运 那说我是一个棋子 我小都是棋子 我也小都没有太多话语权 但是在这个框框里面 我怎么争取到 我自己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需要比大陆 大陆的习近平想要战略定力 其实台湾更需要战略定力 我们能够定下来 然后再看 然后找到有没有空间 然后轻轻的动一步 或怎么样 不能冒进 不能冒动 也不能民粹 这是政府我觉得最应该做的 在你的谈判权里面 现在这个阶段叫什么 我跟你讲 谈判的 平常我们讲说 谈判在之前叫 前置谈判 pre negotiation 前置谈判 前置谈判 那前置谈判 我们现在勉强是说 我们是希望走向谈判桌 对不对 那什么叫前置谈判呢 比如我们两个人谈判 我表达出来意思 我说我要谈判 你还没有点头 然后慢慢怎么运作到说 你也说好 我们来谈判 前置谈判就结束了 再进到正式谈判 正式谈判 谈完以后 有个后谈判阶段 那么我们协议怎么执行 那现在呢 我觉得连前置谈判 都还没有完全的到 只是还在混沌的时候 我们还在找方向 然后事实上可能政府也有方向 但是我们不敢讲 听了这么多啊 有难解的 也有人性的 也有这么 你最着迷到底是什么 只有三十多年下来 从当初的老师却你念到现在 你最着迷什么 其实我刚才讲说 最着迷就是一个思维方式嘛 思维方式就是 就是谈判里面 很多题目我解不了 你不要讲 你不要以为我很厉害 我也有解不了的 以前有一家 有的课我接不了 你知道吧 我举个例子 以前有一个直播平台 他来跟我说 哎呀我们要约束一下直播主啊 约束这个 哎呀这个直播主呢 有的没有纪律啊 有的什么 我们不能约束直播主 我说你不打他考机 对不对 那他今天不爽 他可以跳到别的平台 那你有什么筹码呢 我说你的筹码 你可不可以说 我帮他变成网红 哈老师 我们有一千多个直播主 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 对不对 我可能只关注这五十个 那另外还有九百多个 我就没有办法关注到啊 我说那你没关 那你对他没有什么贡献吗 你只停会平台 那那你就不要再在乎他嘛 他就不 他就进进出出就走了 所以有的时候没办法约束 就我们常要很多东西 但我没有筹码 你知道吗 没有筹码 没有筹码呢 所以我你刚刚讲到筹码 我也刚刚讲到说 你跟老板要求 我问你 你跟老板要求 那老板呢 你要考虑你有什么分量 你凭什么要求的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啊 我希望老板给我做项目A 可项目A需要很多的钱 很多的人 那老板为什么对我信任呢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于是我就必须想 我要的是项目A 可是我可能谈的是项目B 项目B是小东西 小东西我要先成功 成功以后 老板对我有信心了 然后有人开始靠过来了 他愿意给我更多的资源 然后B谈完了 我谈C C呢 更大一点 又成功了 老板对我放心了 我再回来说 那A可不可以给我 对吧 也就是我在上课常讲的就是 我要什么 跟我谈什么 不是同一件事 我要那个 但是我先谈这个 所以这个叫登高B自卑 行远B自尔嘛 这老板也是聪明的 他也会看出来 老板会看出来 老板说没关系 历练一下 对不对 你谈B可以啊 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功吗 我们这个题目中也有一题啊 等等 其实就这个 我可以先刚好利用几个问题 题目就是很简单 我是一个职员 我怎么叫老板 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 而不是我去要求 有没有办法 是是你要增加你的价值嘛 价值 因为其实其实这其实一个 外国人写了一本书 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对有意思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 不会要求加薪 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 他让老板愿意加给他 所以你的贡献是什么 你知道吧 这很多年轻人跟老板谈的时候呢 就是搞不清楚 很多人说 说我该怎么跟老板要啊 我是循序渐进呢 还是一步到位呢 我怎么要啊 我怎么看老板的心情呢 什么 我说你完全想反了 你要先讲你能做什么 你能offer什么 你不是去demand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什么叫做待遇 待遇就是我能够做的贡献 跟老板愿意给的给的钱 中间的平衡点 好 这是第一个啊 那于是老板能不能给 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能做什么吗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谈的时候你要了解 你是谈工资还是谈待遇 这不一样的 工资叫做单一体 就是钱 待遇是多一体 它可能包括工资 它可能包括津贴 可能包括保险 还是包括假期 可能包括培训 包括什么东西 那这几个里面可不可以换 那如果我是老板 我说工资可是没有办法给你 但是我有培训你的计划 明年上半年我送你到纽约 下半年我送你到法兰克福 那我想那正好啊 工资会用得完的 我现在研究本事是在我身上 那老板在我 老板愿意投资我 那表示他不会轻易fire掉我 那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对不对 我就宁可不要争这一个 一个月多少的工资 我要一个培训机会 所以它是一个换嘛 我们在谈判上讲啊 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 你的前提就是 它必须是多一题 然后呢 要分出大小 对吧 单一题 你没办法谈吧 单一题是斗牛嘛 多一题才能换嘛 所以我要决定我换什么 就是我考虑我的时间对不对 我的分量是多少 我能够要到多少 我要什么 那什么交换 我才能准备上桌嘛 但是还有准备最坏的 老板心情不好 一脚把你踢出去了 你有没有退路 你不能保证我 你不能保证我学过谈判 跟老板要东西 然后包饮的 马斯克是怎么把他的秘书 那个Mr. Brown Brown小姐把fire掉 Brown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 跟12年 从特斯拉到SpaceX 好像很强悍 然后他就跟马斯克讲 他说 我嘉欣 马斯克说这样的 你先休假两个礼拜 然后回来再看看 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 不能没有你 这样两个礼拜以后回来 我们可以没有你 然后就被fire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看你这个 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讲 你跟老板谈 你要特别小心 我是马斯克 我跟你讲 你今天第一天走 我慌乱 怎么办 怎么办 终于找不到了 第二天我慌乱 到一个礼拜我习惯了 我就开始东西 新的位置摆出来了 到第二礼拜 我已经找人替代你了 看你烦了 然后你再回来 我说谢谢 不需要你 所以所有人 你就跟老板说 嘉欣 老板说你修两礼拜 你只要说 不不我两天就可以 两天可以 那个冲击还在 两礼拜 你就谢谢收看 你刚才讲 老板我不修了 不修不修不修了 我们还有这个饭没有 今天还有两题 来 老师抽一题 来我抽这题 那都是很实用的 但是在这本书 以及老师的辩论学 以及这个谈判学的教课里面 其实都可以用得到 这有意思 感情问题啊 似乎很多人 是现代人的困扰 尤其看到 我们这样看到很多 是谈判失败 或者根本谈判 找不到门路 女友提分手 男友提分手都可以了 我是 我的女友提分手 但我留好多礼物在那边 我很不感性 我要拿回来 尤其其中有一个价值 50万的包包啊 好 就是分手之后 我给她的 我想要拿回来 这个怎么用 人际关系有两种 一种叫business 一个叫personal 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 你要让它是business的关系 简单 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 那你先拒绝我 那可不我一头热是吧 那我热脸天天冷屁股啊 那多没面子啊 儿童时代 我们就要开始教她谈判吗 其实重调的 不是训练小孩 从小就讨价还价 是训练她去解决冲突 有一次有一个 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她 她老师讲啊 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 要罚超书 她说她想跟老师讲说 不要超书 那该怎么谈判 这有意思啊 没有创意啊 怎么谈判 分手之后 我给她的我想要拿回来 这个怎么弄 假如我自己讲 我会讲说 那是不是 你有东西在我这边 我有东西在那边吗 那是不是这东西 互相会还一下 对不对 互相还一下 可是你总不会就勒索她吧 我告诉你 你有照片在我这边 你不还我 你照片公布 那也没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是找 找第三方来讲 要不然我想不出来什么方法 因为女生如果很习惯的 就说好 那我也不要欠你 对不对 大家断就断 清清爽爽 既然你对我没有感情了 那留个包有什么意思 那就都还你 可以讲得很漂亮 那讲得很漂亮 如果说女生一向讲 那男的就是说 一定要讲说 那谢谢 那我们这边东西怎么 反正你要马上要回来了 你不要说 那以后 有时间我到你家去拿 我跟你讲 以后就后悔了 女生想要还你 那明天睡觉 就可能后悔了 台曼学里面 在业务上的交涉 跟人性上的 这个争执的处理上 是不是真的使用方法 会不一样 胜算也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讲 就我刚讲 世人历史情的情 那你说人际关系 跟业务上的关系 怎么调和 我们如果是生意上的关系 我们常常去建议 同学 如果你不会处理得很好 人际关系有两种 一种叫business 一个叫personal 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 你要让它是business的关系 简单 简单 我可以跟你聊得很愉快 但是话题永远都是business 可是如果牵涉到太多 personal的交情 人家就觉得 就额外的要求就跟得来了 那么我们常讲说 这是一个天平 你知道吧 一边摆的是交情 一边摆的是要求 那如果我有跟你额外的交情 我觉得交情这个天平比较重 所以我的要求就会也比较多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答应我 那就表示我们交情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 那你先拒绝我 那可不可以 我一头热是吧 我觉得有交情 结果你觉得交情分量不重 那我一头热 那我热脸天天冷屁股 那多没面子 所以交情要求这边多一个面子 三合一的 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 买卖不是 我们常听人家讲 买卖不成仁义在 可是仁义经常都不在 仁义怎么会在 仁义当然不在 我该去要求你拒绝我 对不对 要不然你不提出要求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从来没跟你开口提过什么要求 如果我今天敢开口提过要求 我一定盘算过嘛 我觉得凭我们的交情 这点要求应该还不会让你太为难吧 结果你居然很为难 那我觉得很尴尬 搞半天我们俩连着交情都没有 那以后我就很难跟你相处了 对不对 这个面子就扯进来了嘛 所以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会 或者这样的失落 或者这样的失望 所以你让你的交情尽量就是 business 简单 简单一点 所以应该谈判学生班 另外出一本书 谈判金句录 这些句子里面脱口六分很多 那谈判这件事情 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去 因为我知道你曾经办过儿童的谈判 是 是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其实重调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去讨价还价 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 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给我 他爸爸教他打电话给我 我打电话问我什么呢 他老师讲啊 如果早上找自己迟到的话要罚超书 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超书 这该怎么谈判 这有意思 他说怎么谈判 我说啊 你小孩跟老师谈判啊 你可能重点不是谈判 你跟他讲说 准时到这很重要 对不对 你要share老师的目标嘛 我们是准时到 但是呢 我觉得除了超书以外 还有别的方式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你要先把别的方式讲出来嘛 对吧 你说老师 除了超书以外 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别的方式 大家会更为心悦 臣服心甘情愿的找到什么 你讲出你的方式 老师觉得有创意 那我们来试试看 你不要跟人家 跟老师讲 老师你这不对 那我是老师 我就问说 那你要怎么样才对呢 你老几啊 是啊 然后或者你跟老板 老板你这方不对 我是老板 我就说那你觉得怎样才对呢 你再回我一句 我怎么知道 是你是老板 又不是我是老板 那你等着被fire掉了 所以每一个人 所以美国人在讲说 你跟总统去讲话 跟谁讲话 跟长官讲话 都是一样 你要把你的方案想出来嘛 你说我做的不对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嘛 那这要讲出来 我们才可以谈嘛 你不是光骂我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 你知道吧 所以我当时就教那个小朋友这样子 我不知道后来 他们想到别的方法 你有帮政治人物解决问题吗 政治人物啊 其实有一些人问过我了 但是你想看两党的协商 我今天我跟一些政党的国会议员也常讲 所有的协商记得过程保密结果公开 什么叫过程保密呢 你说你间党团协商 党团协商 然后电视公司24小时给你直播 我问你 任何谈判妥协能在电视直播前面妥协吗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他总是谈完以后结果出来 我们的结果 你怕他反悔我们签个字啊什么的 对不对 或者他怎么样 就算你有君子协定不签字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总知道 你反悔这一次就没有 下一次我就不会信任你了 可是你要我过程就公开 很难 所以但是他们会私下跟我讲说怎么谈 我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很有 但是也蛮有趣 你说三十多年来 这个精华尽在此处了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你要再怎么整理更多的东西呢 这个其实在下一步其实很多 比如我现在出个podcast的嘛 podcast的同学很多人发问 很多发问 发问我没办法回答你 我有一个podcast叫刘碧荣的谈判书房 他问书房podcast的 就是假如听众朋友看到我那podcast的呢 你们我准备做 我目前想做一百集 你们都是你比如你今天发问 我来不及回答 我想很多人的问题 我就把它做出来嘛 变成podcast的 那podcast的多了以后 说不定的整理成为谈判的金黄录嘛 他这每一个都是一个QA嘛 那么早年我出了一本书叫 《谈判Q&A》100问答 那当年的谈判100问答 是我自己想的 我想这大家可能会有问题 现在的100问答是人家真的问的 那个问题就比较贴地气了 那我想30年前和30年后的QA 有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一个 那另外别的呢 其实我还在思考 那思考其实跟你合作点什么东西也很有趣啊 假如可以合作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不是视频就是音频上面一些什么东西 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更激动的更灵活的这个谈判呢 事实上你刚刚说了 其实最重要就是 其实谈判就是一种生活的本领 你从生活一直到国家级的领域都会接触到 我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要问你 有没有人用的是同样都是你的战术 但是刚好在相对的两边 他们到了一个谈判的战场上 我用了也是刘老师 你用了也是刘老师 有没有人这样子 会有 很多人上过课以后跟我讲 哎呀我知道原来那次就是被你那招干掉的 可是我们觉得谈判是双赢啊 所以我都会告诉同学 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嘛 因为所以谈判少要一点 可以成就多一点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子就比较能够谈成 而且使用的人即使师父领进门 是 功力看你自己 对 整个修行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筹码不一样 我教同样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出来一样漂亮吗 所以想超越刘师傅做梦 没有 一定可以 谢谢 谢谢 也祝我们未来在谈判学上 大家更能够齐思广益 看到更多的 当然最重要的 家庭幸福 人生快乐 世界和平 好 天下太平 这最重要的 OK 好 谢谢 阿峰的高度 阿峰的高度 巴卡 收到黑Will 舒硬 拉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